過去,兩個一個 對嗎? 嘿嘿嘿嘿... 教練好 郭幸存 對啦,郭幸存啦 我知道啦,你很厲害耶 我們來上課啦 那運動前呢,熱身是很重要的喔 那現在每個動作做兩個8拍 預備,開始 1 2 3 4 5 6 7 8 1 2 2 3 4 5 6 7 8 1 2 3 1 2 3 憶哥 憶哥 你開始好像算錯喔 在當時我有算錯 我就算 3 1 1 啊 教練啦 教練啦 這樣就好了 我有暖身 我們現在來練肌肉啦 好吧 那我們把雅鈴舉起來吧 好 雅鈴喔 雅鈴 我會雅鈴先去拖一拖 我會雅鈴 憶哥 怎麼跑來啦 這樣會穿包啊 趕快去 我都可以穿包啊 這樣子 欸啊 教練啦 不然我去打我喝口水啦 等我一下啦 好 好 好 這喔 我說要切 對 雅鈴 怎麼在這裡啦 我學都沒有啦 好 好 現在切這個要做什麼 要來長肌肉啊 我聽其他教練都說 你天天都練這個健身操 是一個全勤學院耶 操辦囉 來來 開始練了 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你最熟悉的 左左右右吧 好 左左右右 架餅 別動弄 來 跟著我的節奏一起 來 左左左右右 右 左左左 肚餅 右右 欸 教練啦 抱歉啦 我怕你這樣練就好了啦 好不好 有一句話說 那個什麼 休息是為了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阿批啦 是這個意思啦 其實啊 一個 運動不只體力 腦力也很重要喔 我們才可以戰勝對手 所以一個 你有注意腦健康嗎 你說什麼 我腦筋不健康 你怎麼說這個 如果出現症狀要及時的就醫診斷 阿朗呢 我說 我不是什麼獅子 我只是年紀大 很多事情記不住而已 宇哥 你怎麼又跑過來了 趕快去 說什麼獅子 我看我當時哪有獅子 宇哥 剛剛雅鈴是不是放在冰箱裡 對 冰箱啦 算拍子 數數 好像也不太順喔 其實啊 無關年紀的大小 常常放錯東西 對數字 方向混淆 無法升任自己熟悉的失誤 這些都算是失智的徵兆喔 而且宇哥 你剛剛還叫錯我的名字 我 我就知道說要點這個名 結果點出來就太不客氣 阿不 要怎麼辦 其實有這些情況的話 記得去各大醫院的神經內科 或精神科就醫 或到失智共照中心 一是失智症重的話 也應該趕快去門診做診斷 越早的就醫 就越能爭取時間 畢竟大腦的健康 也是健康的一種啊 好啦 無法認同我 帶我女兒來去看 宇哥 多運動 規律的作息 均衡的飲食 都可以預防失智喔 這樣鍛鍊身體 也可以鍛鍊心智 對不對 好 我會記得了 你是我們重要的寶貝 一定要好好保養身體喔 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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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啦 我覺得你做人家得好 說話都不會失智 有時候如果我們鄉鄉不記得 別人都會這樣很不耐煩 別這樣說 對長輩友善 本來就是應該的 還有我是姓純啦 哈哈哈哈 加油 哎唷 哈哈哈哈 你嚇一枝 早期發現失智 即時接受治療 就有機會 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 降低對家庭的影響 因為有你的關懷和陪伴 都會化作進步的動力 有些失智症的類型 甚至有機會減緩惡化喔 歡心樂鈴 失智友善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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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